我的作品通常是关于建立一个新的世界 一个新的宇宙 或者一个新的身份 让我们在日常能够溢出这个日常的世界 我与宝马的渊源其实是我创作第18辆宝马艺术车 那么在今天我们又重新获得了再次合作的机会 我想这就是我跟宝马的一种缘分 那么在今天我们看到在汽车里面的艺术 通常它不再是一种硬体的装饰 发展在今天已经能注入到汽车的软体内 未来它还能进行更新 这是创作的总体的想法是 我想绘制一张多重宇宙互相连接的图景 因为我觉得宇宙是一种意识 它可能反映为光颜色还有声音 它连通了我们很多的感知 无论大自然 人类跟世界社会的关系都是一种连接的关系 人类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